在第一時間 我否認了一切 那是不對的 我確實有 吸食大碼的行為 對不起我說了謊 對不起我吸了毒 我想要像 我想要像所有社會大眾 以及關心我的人 還有我的小孩 還有我的父母 還有我的所有禁本好我們道歉 在第一時間 我否認了一切 那是不對的 是違心的 我常都說 我們都應該要面對 最真實的自己 所以我想要向 所有人承認我的錯誤 我做了 全天家的媽媽都不該做的事情 我有 我確實有 吸食大碼的行為 不管是在國內 還是泰國 我都有 我覺得時間點已經不重要了 重點就是我做了這件事情 我就是不對 我曾經有想過說謊 我確實也說了謊 我覺得我真的很抱歉 我讓很多人失望了 我知道 我也會接受所有人的 不管是批評 還是指教 以及後續會發生的所有事情 我都願意接受 我知道這個 我知道這支影片出去之後 吸毒這個標籤 會在我的身上一輩子 我也願意承擔這件事情 我錯了 我不該說謊 不該吸毒 我願意接受 司法一切對我的 判決 也願意接受 所有社會打中對我的輿論 也願意接受 後續發生的所有事情 最後我很 想要再跟大家說 我很抱歉 對不起 我說了謊 對不起 我吸了毒 我以後也不會再做這些事情 也許我以後還會繼續拍影片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工作 對我來說很快樂 拍影片也很快樂 不管大家買單還是不買單 我只是想要說 我心裡所想要說的話 我想要 我想要做最真實的自己 我想要面對自己 我不想要去逃避 不想要再躲躲藏藏 我很抱歉 對不起 我錯了 我是唐宇 在這邊 先跟 全體的社會大眾 還有 我親愛的家人們 也是很珍重的道歉 我們真的 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 跟示範 畢竟我們都還身為父親母親 那經過這兩天的沉澱 我跟我的妻子 決定 好好的 面對 未來所有的 事情 那 我們不會找任何理由 因為我們就是做錯了 那 現在呢 就是會接受所有的批評 以及 未來 施法的任何的 程序 我們這邊 都會以盡地接受 我們 剛跟母親也都道歉完了 那 再一次 向所有喜歡我們 或是支持著我們的人道歉 真的很對不起你們 我們 做這麼不好的事情 我們接受一切的批評 女子教 我們很抱歉 也很真誠的道歉 未來一定會 我們絕對不會再算了 未來 也會好好彌補一切 然後好好照顧我們的家人 對不起 我和他